急着下飞机 阿贝擅自打开逃生门 中国一名65岁宋姓男子 在飞机机舱内 近无缘无故地打开紧急逃生门 根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 在4月21日 宋男跟家人到了 位于上海南边的普陀山 他们搭乘的是 从济南出发的山东航空班机 飞机安全降落之后 许多乘客排队等候下飞机 但这名宋姓男子 似乎迫不及待地 想要下飞机 没有想到 他竟然打开紧急逃生门 结果发现门外没有阶梯 因而退回舱内 空服员发现他的举动 立刻通报警卫 幸好空服员人立即反应 因此没有耽误 其他乘客的时间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 宋男向机组人员和警卫解释 那是第一次搭飞机 宋男和机组人员向警卫解释 他是第一次搭飞机 他声称 自己不知道逃生门不可以随便打开 尽管门上有清楚标示 警告非紧急状况 不得开启舱门 目前还不清楚 这位送信男子 到底是否会被罚款 先前中国另一位男子 在飞机降落之后 只因为想要透透气 就打开了紧急逃生口 因此被罚7万块人民币 约核心台币31万8千元 未经许可如一条 '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